标线型人行道为绿色铺面与白色人行道字样,象征行人通行,但此种人行道与地面齐平,部分车主仍视而不见围停占用,反造成行人困扰,政策每一打折。 警方指出,8月份针对桃园车站旁的长寿街标线型人行道就脱掉30辆围停车辆并开阀,呼吁车主便宜形式吃下红丹都会趋地侠人愁,但为了友善人航空间,部分街道近年常见以绿地白字化设标线型人行道,如学校周边,住宅巷弄荡处,桃园市交通局今年启动李李威整形计划, 就分别在桃园车站旁长寿街,中立车站周边中和路,和平街,建国路,中山路等处画手标线型人行道,但却屡建车辆为停占用桃园车站旁长寿街年初画设长200公尺的标线型人行道,虽有绿地铺面,并有人行道等字样与图样提示,人行道一侧更画上红线警示禁止停车, 但标线型人行道与车道齐平,宽度正好可停一辆车,返程了围停热区,长寿街标线型人行道完工后, 许多往返车站通勤的行人都乐见多了友善空间频繁利用,但不时出现汽机车甚至单车霸占, 只得站车与路过车辆征道,警方指出,标线型人行道遭为停,仅可取缔,民众也可拍照检举。 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,标线型人行道确实容易遭为停占用, 针对长寿街一代以加强巡视,取缔,光是8月就脱掉30辆车,包括3辆汽车,25辆机车以及2辆脚踏车, 并对车主开出红单交大执法组指出,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与裁罚基准, 人行道未禁止临时停车处,机车可罚600元,汽车罚900元,另一制为归单车后, 车主前来领车也将依法备处300元罚还。 可通往的桃园车站旁的长寿街火车站致民族路段, 市府今年划设长200公尺的标线型人行道, 但却有民众便宜行事为停占用,行人只好闪避。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 可通往的桃园车站旁的长寿街火车站致民族路段, 市府今年划设长200公尺的标线型人行道, 方便行人行走,也让人车分道。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 可通往的桃园车站旁的长寿街火车站致民族路段, 市府今年划设长200公尺的标线型人行道, 但却有民众便宜行事为停占用,行人只好闪避。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 可通往的桃园车站旁的长寿街火车站致民族路段, 市府今年划设长200公尺的标线行人行道, 方便行人行走,也让人车分道。 记者张玉珍摄影 分享